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体验他不同寻常的一天 世界聚焦马其顿 准备要回家了 这个主要是给我父亲带的红酒 然后这一瓶主要是带给爱人的姐夫的 2015年的12月30号 对于画面上的这位正在收拾行李的男士而言 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因为再过一天 他就要休假回国探亲了 他的名字叫做张华 今年36岁 四川人 是中国水电国际有限公司的一位隧道工程师 来马其顿一年多 而他上一次回家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 为了在回国之前把工作都安排好 这一天早上的五点半 他就起床 简简单单的喝了一碗粥 就开车去了工地 这不 人刚到隧道口 张华就听说了一件事 让他立即紧张起来 让张华担心的正是画面上的这个多壁钻 对于碎洞施工来说 这个多壁钻可以说是穿山神器 它的任何一个部位出现了故障 都会影响到施工的进度 虽然和马其顿操作手多次确认 没有问题 但是张华还是爬上了高高的驾驶室 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跳下驾驶室 他通过机壳侧面的窗口查看了发动机的情况 这才终于是把心放下 昨天晚上是停在洞子里面 后来出渣的时候 它开出来了 所以有一点结冰 但是这个不严重 可能大概两个小时以后 那个气温上来了 然后那个冰化了就可以 张华目前的主管一组两条并行碎洞的施工 有出口和进口四个作业面 这组碎洞的是马其顿KO高速公路上唯一的碎洞路段 KO高速公路项目是由中国水电国际公司承建 中国水电第七局实施 全长56.6公里 连接马其顿的肯切沃和奥赫里德这两座城市 很快到了中午 公司把午餐盒饭送到了工地 十多位员工挤在了一块吃饭 大家一边吃一边聊 吃完饭之后 趁着大家都去了院子里晒太阳 张华拿出手机 跟家里人用视频聊了不天 你们在外面刷手 张华和妻子是大学同学 两口子在2009年有了儿子之后 妻子就带着孩子回老家成都生活了 张华说他最亏欠的就是妻子 参加工作12年 他就陪家人过过一次春节 就连妻子生孩子 他也只回去陪了不到一个月 一个小时的午饭加午休时间结束之后 张华和同事们又进到出口作业面查看 去年的四月份 正是由于张华的谨慎小心 这里才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 怎么回事呢 当时张华和工友们正在开发碎洞 发现这个山洞里不停地有小石块落下 但是大家都没当回事 只有张华认为 这可能是塌方了 于是他迅速要求所有人带着机器赶紧撤退 就在人员和设备刚刚撤出山洞不到一分钟 踏风 哄就发生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类危言 它是非常破碎的 用手可以直接就捏碎了 这种危言 我们的施工风险非常大 实际上张华2014年刚来工地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里的地质情况 比设计图纸上标注的要糟糕很多 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来施工 风险极大 但是马其顿的监管工程师 一开始并不同意 由张华等中方人员提出的改进版施工方案 他们认为那样做会耽误进度增加投资成本 直到他方发生之后 才同意了中国专业人员的建议 安全隐患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大管棚 来保证我们开挖期间的施工安全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大管棚 它是一个循环是39根 然后一根每一根是15米 然后做了这个大管棚之后 它就形成一个保护伞 然后保证我们在开挖的时候 这个施工的安全 下午的三点半 工地上的管理人员都回到了营地 参加每周一次的工作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 张华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和人员带着他来 给这个我们的工程师 是吧 马方的这个我们这个工作上有联系的人士 带着有中国特色 所用明珠特色的小礼品 带着那个吧 我回去带着我们人手的铁铲 芝麻糕 估计他们喜欢的 晚饭前 张华像平时一样 和同事们打了20分钟的冰箱球 虽然这个打的水平一般 但是呢这也是他们在马其顿 唯一能够消遣的娱乐活动 吃过晚饭 张华发现呢外面下雨了 于是呢他又开车去了趟工地 今天晚上下雨了 一会儿要提醒司机 他们可能晚上要注意安全 可能要结冰了 晚上九点半 他才回到宿舍 张华说 等到公路建成通车 一定要让妻子来自己挖的隧道 看一看 走一走 今年不能在家过春节 不能陪家人 对父母 对妻子和孩子 都是心里比较愧疚的 回望2015年的工作 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基本上所有的方案都已经解决 2015年是我们播种的一年 对2016年 应该是我们收获的一年 视线在转向中美洲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今天的走进特多系列 我们带您了解一项赛事 什么呢 赛龙洲 您肯定不陌生 但是您见过这么多外国人赛龙洲吗 而且您知道 这场龙洲赛的地点是在哪吗 在加勒比海 那么是谁把这项中国传统的文化项目 带到这来的呢 就是他 肖建辉 今年64岁 主席广东 是出生在特多的第二代华人移民 只不过在20多年前 肖建辉连什么是龙洲都不知道 那么他又是如何在特多推广起龙洲比赛的呢 2006年是华人来到特多的200周年 特多当地筹办了很多大型的纪念活动 这让肖建辉觉得机会来了 可是当时特多几乎从来没有人见过龙洲 更不用说让人们参加什么比赛了 这怎么办呢 肖建辉就一家一户的跑到各个学校和公司宣传龙洲 并且免费对大家进行培训 第一次比赛的成功让肖建辉是倍感振奋 之后他们逐渐扩大了比赛的规模 最多的时候一年会举办五场比赛 而且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2013年有一位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看台 看到这么多当地民众打着古典 整齐的挥舞着船桨的时候 不禁流下了热泪 这个人就是中国驻特多大使黄兴源 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龙洲赛的状况 这个龙洲赛的一个特点就是 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会场的布置是一片红 但真正到比赛的时候就不是一片红了 我发现的是一片黑 有什么当地的人黑皮肤的人 主要是主要的比赛的队员都是他们 几乎看不到这个华人华侨的面孔 太遗憾了 所以我当今就决定搞一个大使碑 使馆派一支队 这个队伍的名字我也想好了 这个叫中国梦之队 第一年就有八支队伍 第二年这个有十支队伍 在大使碑的影响之下 越来越多的华人再次回归到了龙洲赛当中 而且特多龙洲赛的成功举办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了周边的其他国家 2015年在肖建会的帮助下 巴拿马也举办了第一届龙洲节 接下来他们希望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举办期间 能够联合亚迈加巴巴多斯等国一起举办一次更大范围的龙洲赛 我们带来聚焦日本 画面上这位穿着白色西装的男士 她的名字叫做贺伟 今年54岁 北京人 目前在东京开了一家针酒诊所 画面上的这位是伊藤太太 今年刚刚50岁出头 五个月前 她的右手肩膀疼痛难忍 手臂连抬都抬不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朋友向她介绍了贺医生 于是她就来了 在给伊藤检查之后 贺伟就知道了 她得的是五十肩 因为这种病症在中国很常见 所谓五十肩 其实就是肩周炎的一种 由于很多女性到了50周岁 就会有肩膀酸痛抬不起来的症状 所以被称作是五十肩 不过在日本 知道五十肩的人并不多 现在经过贺医生 一个疗程的针酒治疗 伊藤的右手臂疼痛症状 已经减轻了不少 干活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伊藤说 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对贺医生能不能治好自己 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为什么呢 原来贺医生第一次给他治疗的时候 对他说 你坐下吧 把裤管卷起来 伊藤很纳闷 我疼的是肩膀 让我卷裤管干什么 等他把裤管卷起来 贺医生把一根小银针 扎进了他的小腿的某个穴位 当时伊藤疼的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没过多久 贺医生跟他说 你再把胳膊抬一抬试试 你猜怎么着 虽然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疼痛 但是原本根本抬不起来的右胳膊 真给抬起来了 这之后 伊藤但凡有个什么不舒服 就会来找贺医生 贺医生的父亲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酒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从小就是跟着父亲学习针酒 后来又考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 大学毕业之后 他看到很多日本留学生 专程来到中国 在他的父亲门下学习针酒 贺医觉得 连外国人都这么推崇中国针酒 自己作为贺氏针酒的嫡系传人 更有义务去传播针酒文化 于是他才只身一人来到了日本 对于未来 贺医说 希望自己能够在日本建立一家 以针酒为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让中国的针酒记忆 在日本为更多人所接受 再来看美国 来看一组街拍时尚大片 毛线帽 手拿包 手工毛衣 你看 照片上的这些老人 虽然年过花甲 但是他们笑容灿烂 从容自信 是不是很有街拍明星的范儿呢 其实这些老人 都是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的普通华人 那么是谁拍摄了这组照片呢 你看 就是他们 左边的是美国摄影师安德里亚亚 而右边的是作家瓦莱里直 他们说 美国东西海岸的唐人街 常给人留下脏乱差的印象 但他们却认为 唐人街的居民们 有自己独特的时尚风格 所以他们拍摄了您刚才看到的 这组街拍大片 还为此举办了一个展览 创立了一个名字 叫做华步美丽的网站 你看 画面上 这位老人姓周 今年94岁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周老爷子 来看展览时 和自己的那幅照片合影的场景 您看他头戴原礼帽 领带的图案相当的花俏 他说 像这样的领带 他家里还有40多条呢 您再看这位老奶奶 戴着一副粉色墨镜 真的是魅力十足 不说您肯定猜不出这位云奶奶 今年已经是89岁高龄了 正是由于安德里亚亚和瓦莱里直 他们的作品 让更多人认识唐人街的魅力 但他们说 他们想做真正时尚的东西 以及听人们说说自己的故事 这样更能够帮助大家走进他们的生活 让衣物更有生命 目光再来聚焦中国香港 一位男士正站在试衣间里一动不动 他这是干嘛呢 我告诉您 他要做一件新衣服 正在两尺寸 可是这两尺寸的师傅人 人去哪了呢 你注意看 试衣间的这个墙壁 注意看 上面装的是红外传感器 共有14个 就是他们在为他测量 这是近日香港尖沙嘴一家裁缝店 推出的3D制衣服 顾客只需要穿上特定的内衣 站到他们的十衣间里面 不到10秒钟 3D人体扫描仪 就可以搜集到120个测量数据 这其中包括顾客的身高 三维角度等等 随后3D扫描生成的体型数据 会被传送到移动终端 工厂的裁缝们 就会根据这些数据 在手工定制成一件成衣 相比传统人工测量 这样的测量方式 不但速度快 而且更加的精准 在制作方面 传统定制可能需要三个月 但是在这家店 顾客留下3D影像数据 然后选择服装的面料样式 大约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穿上新衣了 整个过程里面 在脑里面 就会想到这个人的体型 是寒背 挺空 大肚腩 或者是怎么样 就可以还原到 就有个概念 是帮助到 他们做的整个过程 是有帮助的 3D之一服务推出之后 这家裁缝店 很快就吸引了 很多顾客前来定制 香港的成衣定制产业 在全球都是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由于培养一名 优秀的老裁缝 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来训练 再加上 这一行的收入 也并不算丰厚 很多年轻人 都不愿意从事这一行 香港的裁缝师 可以说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裁缝业也开始逐渐没落 但像3D制衣 服务这样科技手段的应用 为改变这样一个趋势 提供了新的思路 再来看泰国 来看一段视频 画面上这位女士来自上海 前不久 她随旅行团到泰国普吉岛旅游 当她在蛇园参加一个名为 亲吻蟒蛇的体验项目的时候 没想到却发生了 刚刚您看到的星险一幕 当时她正在 驯蛇式的帮助下靠近蟒蛇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蟒蛇突然扭我头来 咬住她的鼻子 这位女游客 顿时是血流满面 驯蛇师当时也被吓呆了 束手无策 现场更是尖叫声四起 事故发生之后 这名女游客 被送往了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好在攻击她的是一条 幼年的网文绑 没有任何的毒性 因此没有性命之忧 事后出世的蛇员 也赔付了她12万泰铢 约合2.2万人民币的医疗费 现在这名女游客 已经回国了 其实前不久 我们也报道过一条 游客与鳄鱼拍合影的时候 被鳄鱼咬伤的新闻 在这里 我们也要提醒出国旅游的游客 虽然这类跟动物亲密接触的体验项目 一般都有驯兽师在旁边 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在体验的时候最好和这些凶猛的动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保障自身安全 目光聚焦德国 近期难民危机在德国社会是不断的发酵 加上恐怖活动的威胁日益上升 当地治安环境变得是越来越复杂 针对领区内中国公民遭抢案件频发等情况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提醒当地的华侨华人 在车站 餐馆 机场等这些公共场所要注意人身财务安全 如果遇到了警察查验 应该请对方先出示警察证 防止假警察行骗 如果遇到了护照遗失 应及时的向所在地警方报失 并与中国使领馆取得联系 目光聚焦埃塞俄比亚 来看 画面上的这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地斯亚贝巴的阿拉亚小学 你看这些崭新的电脑和配套的桌椅 都是由一家中国公司最近刚刚捐赠给这所小学的新年礼物 在捐赠仪式上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拉一凡表示 中国公司在埃塞不仅仅从事商务活动 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另外学生代表还给中国驻埃塞使馆赠送了一幅中埃友谊绘画 作品描绘的是中国公司为埃塞俄比亚建造的通讯公路铁路等设施 希望中埃友谊长存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你看 大屏幕上的这对夫妻曾两次实现了环球航行 左边的妻子是华人梁桂兰 你知道吗 50年前他们驾驶帆船 第一次开始海上冒险的时候 既没有马达也没有卫星导航 那么他们是如何在海上生存下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15年12月 记者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 见到了华人梁桂兰 他已经82岁 变着一头长发 穿一件中式上衣 他带我们来到码头 与他一同经历环球航行的帆船 蜂鸟三号就停在港口 这艘船是梁桂兰的丈夫 拉伯德花费数年时间亲手建造的 50多年前 正式乘坐着丈夫建造的蜂鸟号 梁桂兰夫妻实现了三次航海冒险 1962年 他们用50天的时间穿越8000多公里 从加勒比海岛国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抵达英国海岸 1969年2月 他们历时5年 完成首次环球航行 1984年 夫妻二人第三次扬帆 经过三年 实现了第二次环球航行 我当时他建造了第一航 然后他邀请我来学习航行 所以他教我习航行 所以我爱航行 因为我最爱他 1962年 刚刚举行完婚礼的梁桂兰就跟随丈夫踏上了蜂鸟一号 从特多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英国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冒险 经过十天 梁桂兰才适应了船上的生活 从这时起 前方无边的大海 就是他与丈夫未来的航程 虽然丈夫打造了一艘结实的帆船 但是由于造船时经济拮 丈夫拉伯德没有安装马达 这就意味着风和海流是他们唯一的动力 在海上航行除了需要动力 还要为风鸟号确定准确的航向 当时还没有卫星定位系统 拉伯德就依靠几百年来 海员们一直使用的最原始的方法进行导航 就这样 没有马达 没有卫星定位 梁桂兰夫妇驾驶了自制的小帆船 经过五十天的航行 抵达英国 完成了穿越大西洋的旅程 这次冒险结束以后 丈夫拉伯德又开始计划环球航行 回到特多 他花了三年时间建造了更大的风鸟二号 为了筹集这次航行的旅费 夫妻二人把房子卖掉 带着五岁的大儿子再次出发了 中文字幕提供 这次环球航行历时五年之久 有时候梁桂兰和丈夫会在沿岸国家停留几个月 一边打工一边积攒下下一段航程的旅费 为了漫长的海上航行 夫妻俩要做许多准备 那么最简单的吃的问题 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一边吃着罐头食品 一边大块朵頤新鲜的海鱼 这就是梁桂兰一家既辛苦又浪漫的海上旅行 在环球航行出发不久以后 当风鸟号穿过巴拿马运河 从南美洲向西航行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让梁桂兰既惊喜又始料不及的事情 1969年年底 怀有身孕的梁桂兰抵达新西兰 一家决定在这里停留下来 直到宝宝平安降生 二儿子安德烈在新西兰奥克兰出生 他九个月大的时候 一家四口登船向西航行 继续他们的环球之旅 安德烈成了船上最小的船员 在风鸟号上 梁桂兰既是厨师水手 也是孩子们的母亲和教师 他教大儿子英语数学等各种课程 最容易的是地理 整个环球航行对年幼的孩子们来说 就是一堂生动的地理课 梁桂兰回忆说 在海中航行 他们有许多美好的经历 有时候风鸟号并不是孤单前行 他经常能遇上海中同行的旅伴 在哪里面? 在海中日本的旅�ん 在海中� kein明境中 这也是土浦丰 我们跟他们说 但我不知道 但我们说 是城市ук维 好公共赛 看 梁桂兰的人生中有近十年的时间漂泊在海上 不在船上的时间她就从事着教室的工作 82岁的她有着在帆船上面旧的结实体魄 大海塑造着她的身体和灵魂 如今梁桂兰和丈夫都已经80多岁了 但是对航海的热情依然不减 他们还在计划下一次航行 也许在今年的某一天迎着港口的阳光 人们又会看到阳帆远行的风鸟号 那时人们就会知道梁桂兰与拉伯德再次听从了大海的召唤 追逐着梦想远行 一月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T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本期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